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国二十年西平人制的茶拿了台湾省的茶王 这是安息铁观音的第一个茶王金牌 拿了奖杯 更做出了口碑 不夸张地说 只要你喜欢喝铁观音 那一定喝过西平人做的茶 因茶而兴 这里保存着最传统的制茶记忆 沿着十里茶路 能品味茶香 体验茶艺 触摸历史建筑 感受时尚茶礼 如今 西平这只大鹏鸟的双翼 一是文化 二是科技 此时 天上有两颗铁观音卫星 正监测着山上茶椰的种植数据 我们茶起的新生产线 也实现了从鲜叶到成品的前程智能化生产 旅游公路马上就要开工建设 百部茶类盐也在规划当中 西平十里茶路串起的 不仅是行根探盐的盐香茶礼 更是产内聚集的发展高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